一个词形容一下现在的生活 哭 一个小时中低 聊孙子散道一下 你觉得这个是哭呗 我提起多了还干活呢 这叫不叫不干了 腿痛腰痛 大声声大响亮 一天就得五万块钱 就是累啊 生活就是累 你不累没钱活 老板小呢 这个能干 这个都是平民干 您可以用一个词形容一下现在的生活吗 生活活一块 累哭 好累啊 您可以用一个词形容一下现在的生活吗 你哪 你觉得是忙碌吧 太卷了 太累了 累了 也压力山大吧 现在年轻人普遍压力都挺大的 一堆乱吗 累嘛 这现在就是累 制造业工厂还能撑多久 现在工厂不热闹了 人都走了 现在的东莞也不是以前那个繁华的都市了 前不久在东莞聊步一个一万多人的大工厂 因为没有订单 直接给员工放假两个月 难以想象这么大的工厂都不好做 那小工厂可想而知 高岸的房租 员工的工资 有些设备甚至还是贷款 只能说现在开工厂保住基本开销都不错 有的已经开始吃老本了 大家觉得东莞的工厂变化大吗 不是朋友们我想知道今年上海还能找到工作吗 我已经gap两个月了 boss直拼都刷烂了 要么是已读不回 要么是收了简历就没下文了 连约面试的都没几个 不是我请问呢 建筑行业现在是全面停摆了是吗 我们上里宣布了 请往收藏的货就放假回来了 你们什么时候放假呀 请往访完工就放假 我们上里 我请问上海正常工资的工作哥哪找啊 我这两天面了无数家 什么编导运营销售AE 那面下里全都是税钱6000 我的妈呀扣完税 就4000多 这在上海真的能活吗 我已经一直以为上海 大家起码都1万左右吧 结果现在跟我说6000 我的老天 这太吓人 太吓人了 大哥您是90后 90后 你今年30几 30岁 我半官跑的 90后 90后跑成这样 90后你妈妈这都是半官 你哪里 我哥赶紧一会儿来拿了 我靠这就是90后 这90后 这跑完啊 跑的你看看 我靠的 这半官刷都不能买 我买车是错误的 我跟你讲 这一套一万多块钱 我靠的 我这个店子都晃了 买车 我转身也买 完了失业了 我91年的34岁 这算不算是中年失业 我这个失业 跟大家理解的失业 可能还是有区别的 因为我本身就是农民工 我是搞装修的木工 本身也不稳定 有活的时候呢 一天是300 没活的时候就挂了人 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啊 明显就能感觉到 工地上的活越来越少了 今年呢 一直也是断断续续的 零零散散的 三天党有两天散网嘛 从国庆开始啊 直接就给断了 就是三天五天的这种零工 也不好找了 再过一段时间 一个礼拜吧 就开始工忙了 这种建筑工程 也开始停工了 想找个当立工 当小工的活儿 也不好找了 这还有90多天才过年啊 不是你捡这个干啥 天气冷了呀 这个那个还防风 你看现在天气这么冷 捡个这个垫在下面 睡得还舒服一点 跟着好多 行吧走吧 不是你睡这么久了 你看这里 这东西防潮 哎呀 得活得精致一点 我看你那些纸 你给它丢了好不好 这都美国的文物了 丢了 不不好 床给它整理好呀 那肯定呀 我的老窝 有了苏子 招工有的管吃管住 做什么的 你就这样做 这不能这样做 做长了 把你身体做坏了 花钱都看不好的病 这也太凉了 相信这里大家都不陌生 旅财之都 大力凤瓷建材市场 这是市场的主张道 巅峰时期的租金 每平方达到200到300亿平 转浪费最贵的时候 达到了120万一个铺位 还有价无市 而如今 租金下降 转浪费为零 还空了一大片 今天我们看一下 有哪些企业离场 现在是下午3点56分 这家店是做 智能开关器的 现在这种高端的 门窗配件 看来也不怎么好卖 这家是10年以上的 一个老店 现在也已经离场了 这家是旅财现货商 在业内一直有 中高端的这个标签 以前也是年收入 上千万的门店 现在也不做了 这一家是自由旅财厂 我记得展会的时候 有20多个业务员 现在也是能去楼空 展厅装修应该不到两年 豪制60个起步 现在也不要了 这家是做无缝汉街门窗的 据说是疫情后 最后一批交转浪费的 现在也店铺转浪 企业生存不下去 并不一定是价格太贵 你看零加工费 该转浪还是得转浪 这是市场的一个 竞争的必然因素 这家也是超10年以上的老店 高峰时期 也是月销售 1000吨以上的贸易商 年收入也是上千万的 哎 隔壁这个屌猫还活着啊 这一家 也是我们行业曾经的大佬 月销售量超2000吨 高峰时期 现货商里面都能排 我们的失业率这么高 为什么社会不会乱 因为我们的孩子 已经被养废了 小学接送 初中接送 高中还在接送 补课班花费十几万补课 高考400来封 就只能上一个普通的本科 上了大学四年 玩的是游戏 养成了超级自私 从不关心父母的性格 大学毕业 找不着工作 又开始抑郁 甚至有的还要跳楼 把7080后的父母 折磨得想死都不敢死 生怕自己哪天死了 孩子在饿死 刚刚一个体制内的朋友 跟我述苦 说当下地方债务 不是一般的远近 正常往年工资 到手六几千 现在每个月 每天只能领 两千左右的基本工资 绿效和奖金 已经一年没有发了 虽然公积金和社保 都正常交 但是这个工资 让大家都很焦虑 公务员也要生活 哪个家庭没有上有老 下有小 虽然这样交 但是福利待遇 还是比较好的 主要是工作稳定 想离职 他说家里面的人 就不同意 因为我是在天津做贷款的 所以说各行各业 我们都有接触 也都有了解 天津目前就是很多大公司 都在降薪裁员 然后好多人找工作 可能找了两三个月 都找不到合适的 小公司更是一个接一个的亏损 有的甚至是倒闭 就是举步为接这种状态 个体户的收入比往年 要少了将近一半 所以在天津真正赚钱的人 其实很少 因为基本上 其实都有负债 可能表面看着光鲜亮丽的 但是很多人 其实过的都是 拆东墙补西墙的生活 西红卡是一张套的一张 这种状态是一张套的一张